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是一个很大的神的恩典 而我们这个人 可不可以持续走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恐怕许多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学很多我们自己生命的功课 好像尼西米 一路走来 他走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所以他常常说 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 可是另外一方面 神为什么拣选帮助他 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一些特质 是神可以使用的 那个特质是他的认真 他的细心 他做事有步骤 有计划 而且他付代价 他付代价去了解 他半夜起来 去看看当初我所得到的资讯 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不是真的被毁了 耶路撒冷的城门 是不是真的被焚烧了 以至于我接下去 要带着大家一起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不会发出一个指令来 然后人家说 你搞不清楚状况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根本就不是这样 如果一个领袖 你所发出的指令 你所带领这些人觉得说 你根本不进入状况 他们怎么会跟你一起去打仗 你怎么带得动人呢 让自己能够进入状况 所以我们说 他是付代价的 他半夜起来 而且他不是作秀 在新闻媒体上刚刚看到 有一些那些大人物 去下乡了 去哪里去关心 绕一千就走了 他不是 他半夜去 圣经上有一段记载 真的很有意思 他们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 那个路太窄了 牲口他所取的那些牲口 进不去 进不去怎么办呢 那就回去了 意思到了 我已经来看看了 差不多了 不是哦 牲口没有办法进去 没有办法通过的地方 他下来徒步再往前走 再进去 他克服困难 因为他要更深入 深入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成为一个领袖 你不能只是 让别人觉得说 哦 他从 他从苏山城那边过来 还不错哦 他 他没有不进入状况哦 光光没有不进入状况 还不够 你怎么样能够让那些 在地的人觉得 我虽然是从那边过来的 我比你们更深入 我比你们更知道状况 我比你们更了解一些 你们在地的人 都搞不清楚状况的 我搞得清楚 因为我半夜去 而且我是深入 不会碰到一些问题 可能在地的人 走到那里也就都走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就开玩笑讲说 很多观光客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很多来台湾观光人 去过的地方 我们这些出生长大的台湾 还真的没去过 真的就没去过 我知道台湾有个地方 没去过 尼西米有一个 很棒的榜样 他不但去了解 实地的状况 而且他深入了解 实地的状况 甚至有一些可能 在地的人都没有 没有接触到的层面 他都深入进去 以至于这个领袖 站起来说话的时候 是有影响力的 是有动员力的 因为他不只是 进入状况 他比在地的 更进入状况 今天主是不是也呼召你我 是这样认真地回应神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